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般這麼特別 為什麼呢 原來啊 這一尊神明 是清朝光緒年間的一位捕快 捕快呢 用現在的說法就是警察了 他就在一次 追捕盜匪的過程當中殉職了 說到了這一尊神明 他最厲害的通天本領就是找車 也就是說 你調了車子來這邊跟他祈求 找回的機率還滿高的 我們就看了一個數字 過去30年來 他已經幫施主 找回了上萬輛的車子 這個數字其實還滿驚人的 最誇張的是有一次 居然幫這一位丟掉車子的施主 遠在半個台灣之外 六百公里遠的地方 把愛車給找回來 這麼通天本領 難怪警察辦案 辦不下去的時候 也要來這邊上駐鄉 莊嚴樹木的宋金聲 在南投竹山一間宮廟響起 他們虔誠祭拜的 就是全台灣唯一拿步槍的神明 信眾都暱稱他為正義哥 每當地方出現懸案 就是他出馬的時刻 救護人員到場將人送醫急救 三十歲的陽性男子被發現時 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經部心臟中槍倒臥在車內 衝傷前拉起封鎖線 門口留下大灘血跡 木杰超商店員指出 十二點多時 兩名男子和朋友購買了一袋啤酒 走出店外沒多久 就聽到連續好幾聲的槍響 兩名男子倒臥在血泊中 分局長掉來竹山以後 竹山連續發生兩起槍擊案 要傷了整個各大媒體 他也很頭痛 他帶著一個下屬過來 他臉是很臭的 也很焦急 他想要趕快破案 然後就清悄悄的 向老天祈禱 也像生意委員出來請脫 嫌伴殺了人後 開車直奔高雄彥潮 將作案槍支隨便丟棄 之後逃到雲林次童找朋友 住了幾天 覺得不妥又折返到屏東 車子丟在綁鳥漁港 一路向北逃到台南和竹南 最近幾天又再有人協助 躲在彰化大城一處民宅 逃亡藏匿至少七個縣市 這個兇手他並沒有 期待任何手機 因為他也不是第一次被關 他知道警方怎麼犯案 所以警方抓到 抓得很辛苦 也會毫無頭緒 清晨五點多 天剛亮 難道警方到彰化大城鄉 不費一槍一彈 逮嫁了學姓嫌犯 車嫌在八月三十號 槍殺南投竹山的陽性制查 應該差不多十天 破案以後 局長有親自過來答謝 謝謝聖議員帥幫他破了這個案 這一尊聖議員帥 究竟是何方神聖 傳說警方有破不了的政案 都會來找他這一位老學長幫忙 應該警方都知道有這間廟 他百分之就是捕快 因為捕快跟警察 工作性質是很像 警察來拜他們的話 會覺得好像拜自己的長輩 或學長那種感覺 警察在辦案很努力 科學辦案當然很好 問題有時候會缺第三隻眼 這個第三隻眼往往就是 等於是我們講的神界 等於是這樣的一個幫助 他可以讓這個案子 會露出這個所謂的曙光 然後讓這個案子來破案 根據廟方的說法 約翰聖議員帥曾經降價表示 自己生前是清光遜年間 在雲寧縣衙當差的一位捕頭 名字叫做蘇阿乖 會成神卻因為他替地方 除暴安良壯烈犧牲 面後方的大樹下 就是當時居民好心安葬 英勇殉職的蘇阿乖 以及部署的地方 說也奇怪 從此地方經常出現怪事 一個人很淋水母 他們就很燦爛在那裡 如果晚上晚上 旁邊到那裡 就有那個火 走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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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路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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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就是紅火 有那個青蛙 所以就很神火 那個人 發見就說 王爺在那裡也不是辦法 那些火有看人在這裡 所以沒有改革 幫我拿聖石櫚來拔 我才拿來拔 才拔拔拔拔拔 拔拔拔拔拔 他說他已經沒來救世了 還他沒有來救世了 於是先民 前幫蘇阿乖立墓碑 可有洪祈宮 在採取墓廟合一形式建廟 六十八年 十月十九月 那時候 冬仙書就起來 收到擁有領地 將我生意鐵空 讓我生意關稅 無奈聖意元帥 卻面臨空有妙聲 但沒有神像可供祭拜的窘境 因為根本沒有人知道 他的聖像是什麼樣子 還好姓中的親戚 是神像的吊科師 帶他趕緊找他尋求靈感 他說 你今天來喔 他是我都知道 他說他都知道了 他都知道了 你是不是要做神明 他說 他啊 他不去不去不去 不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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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知道 他說 他說 他就跟他講 他說 第三個晚上 有錯的行為 要不去 拿錢 我們不知道會知道 他是神條 他都搖威錢 不同於坊間常見的神明 大多拿長槍大刀等法器 聖意元帥特有的弓箭部戰姿 還手持步槍 就像是現代國軍弟兄 在操演刺槍術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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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歷史原型到神像造型 都蘊含濃濃軍警色彩的他 彷彿是神劍的人民保姆 傳說還有一項偷天本領 公布欄上一張又一張的照片 都是施主的滿滿感謝 他和人家30年來 已經替姓仲找回上萬輛的愛車 當中這兩台怪獸的邪尋過程 最叫人感到不可思議 因為他們在南投竹山被偷走 後來被竊賊帶到台北 一來羅東 最後落腳在台東 施主是如何繞了大半個台灣 還能夠找回呢 時間先回到1999年的921大地震 因為他在地上 我們拿著樓樓下去了 那邊過去參加 然後那邊去買一台餐廳 看完沒看得到 然後打開 我整個都沒有了 其買沒多久的身材工具 居然不宜而非 兩兄弟真的好著急 除了報案請求協巡 也趕緊求神明保佑 這個負面就是說 負面以來的性依原性 性依原性 有的靈性 也有一個行李 根據施主 後來前來還原的說法 當時自己就跟著 這一抹虛實難辨的身影 一路從南投竹山 找了大半個台灣 最後到達台東的一座回收場 看在命理老師的眼中 生意員帥會如此捨不得 看在命理老師的眼中 生意員帥會如此捨不得 反通廣大 可能和這一件事情有關 還記得和他一起慷慨富裕的 還有35位好弟兄嗎 其實神明很大 但是其實他如果沒有兵將 沒有部署去幫忙的時候 往往事情還不容易做得好 或許是因為 有諸多幫手駐神威 地方還盛傳一起 他和閻羅王搶人傳奇 故事的主角是廟裡一位 送金班師姐 虔誠的他曾經跟著大家一起 到外地送金為賤廟募款 所以人家尚經無妨貸錢的 人家就包 包得這麼甜蜜 在大夥同心協力下 廟宇才有今天的規模 只當大家感到欣慰的時候 這一位向來身體硬腦的師姐 突然有一天腹痛難耐 百痛起來 要去幾度太晚了 拐得太晚了 才會喝到 流湯流在白天氣這樣 去住口白嗎 住了二十幾天 已經沒禮了 沒禮 我告訴她 她才是會受到這裡 抗拐心杯 我要四心每天都叫 我靠 叫 說起往事 庄婆婆還是忍不住情緒激動 紀念八十高齡的她 十幾年前為了挽回 病危的老朋友性命 可以說是天天來廟裡 焚香祈求 剛才買了 她因我三個心杯 她這樣會鬧起來 是嗎 靠著心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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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安慰了 連續得到三個心杯 是巧合 還是冥冥之中 自有安排 她剛才在那裡 就沒感覺了 有感覺性完略 去順勢 還有一順的香煙 有噴到 怎麼在精神 在精神 怎麼這樣 醫院不會有一個味道 在醫院他就噴到 他自己噴到 別人也噴到 這一股不屬於醫院的香味 真的來自聖醫元帥嗎 或許沒有人 能夠給出肯定的答案 但透過這樣的玄奇故事 卻可以看得出 南投竹山在地人 對這一位私房神明的崇高敬意 我們帶您回顧在2000年 發生了震驚全台的 台南歸人雙屍案 一開始是一個老農夫 早早起床 一損殘醉 一直都沒有回家 後來被發現 居然倒卧在這個產業道路上 渾身是血 但更離奇的是 就在不遠處 也有一個年輕女孩 居然也倒在這個地方 一樣刀痕累累 這兩個人有關係嗎 誰下的毒手 這一起重案 警方當然不能夠怠慢 就追下去了 後來也抓到了兩個嫌半 一個人叫做郭俊瑋 一個人叫做謝志鴻 而這個案子呢 19年過去了 都因為殺人罪 被判死刑定驗 那說也奇怪 後來這個謝志鴻 台南的高分院 裁定此案要重審 甚至呢他被當庭釋放 19年過去了 如果是一起冤案 為什麼19年裡查不出來 而真的如果是冤案的話 這遲來的正義 還算是正義嗎 謝志鴻加油 此球謝志鴻 牽著老母親的手走出法院 這一刻他等了19年 來 先走 好 先走 來 先不好意思 好 先走 一共七次公審 一二審被判九次死刑 謝志鴻涉嫌的雙失命案 早在八年前定驗 但是他始終喊冤 我回歸最平淡的生活 最平淡的生活 對 就是一場生命 成長旅程而已 沒有那麼嚴重 笑著面對 停止羈押的采定 內心恐怕充滿無奈 畢竟在監獄待了 6800多個日子 謝志鴻已經從 當年瘦弱的小鮮肉 變成圓潤的中年大叔 如果真是冤獄 這一筆帳該找誰要 證據有瑕疵 還可以入處她是死刑 這是非常遺憾 連監察院都接入調查的 疑似怨案 到底怎麼回事 至今得從2000年 台南歸人的一處倒鐵說起 那一天有人發現 鄉間小路上 有一名老農夫 被腳踏車壓住 身上還有多處刀傷 早已棄絕身亡 正當他下了準備 打電話報警時 又看到了一旁不遠處 一名女孩倒握在血泊之中 數一數 老農夫身上有四處刀傷 女孩全身上下夾起來 被砍了48刀 是誰這麼狠 老農夫和少女 雙雙城市在田野間 又有什麼關聯 警方在被害人 呈現女子的皮包 找到一張發票 尋現來到當地一間超商 發現整起悲劇的起源 這裡就是開端 我們根據那個錄影帶 然後根據那個死者的通電紀錄 我們找到發一個乾弟弟 那當時看到乾弟弟有描述說 他們本來是要去夜遊 呈現女子的乾弟說 當時超商出現兩名男子 跑過來搭訕乾姐 說是要一起夜遊 乾姐搭了其中一名A男的車 她則和B男騎車跟在後頭 就這樣漫無目的地夜遊亂騎 乾弟說她累了先騎回家 沒想到這一走 竟是與乾姐陰陽兩隔 從通電紀錄 何時在超商見面 以及命案發生的時間點 三條線索兜一兜 警方研判女子的死 與A男B男脫不了干系 根據乾弟描述的長相特徵 警方擴大訪查範圍 城市的地點跟乾弟描述的 他離開的地方滿近的 他雖然是在龍庭裡面 但是他描述他離開的地方 也是在哪兒廟 我們覺得說 這個應該跟地點有關係 有關係 後來他這個旅主管說 某個人跟這個人長得很像 後來我就把這個對象打算 有那個西路的前科 對 就是他 郭俊偉把乾姐帶走了 乾弟執政立立 但是他提出一堆不在場證明 否認涉案 偏偏證據會說話 採集他的相關的唾液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 把相關的DNA送去筆對 結果後來在第四天晚上 那個DNA筆對下來 就是他 證明就是他 你還嚇提有郭俊偉的DNA 這代表什麼 警方從他的住家 搜出一把蝴蝶刀 他就是作案工具嗎 事已至此 郭俊偉認了 還咬出共犯叫做謝志宏 都有說他每個都有去 但是殺不是他殺的 推 推 殺都是他殺的 都是可以另外兩個互相推 人到底是誰殺的 從證據顯示 騎車帶死者的是郭俊偉 刀也在他家搜出來 試案程度當然會比謝志宏來得高 邀者說他要做他的女朋友 然後這個女孩子 因為說我跟你剛見面而已 也就是說不答應了 初次見面就要交往 女孩當然不肯 於是郭俊偉把人 載到這一處偏僻的墓園 拿出蝴蝶刀威脅 在那邊槍迫他就範 這個女孩子為了求生存 就答應說好 我做女朋友 跟你回去 後來就回到家裡面去 發生了這個 就被他侵害 被他性侵害了 完事了以後 女孩借顧說要回家 於是郭俊偉又騎車載了他出門 但目的不是女孩的家 而是往農田起去 因為他擔心女孩跑去報警 決定殺人面孔 沖灰現場模擬反過程 郭俊偉供出了一切 就連那一位橫是在田野間的 老農夫也坦誠就是他殺的 當時老農夫把腿叫跑 卻被郭俊偉一把抓住 尼拜的阿伯面對高大的年輕人 根本無力招架 最後也輪圍倒下完魂 故事說到這裡 您會發現連殺兩個人 但明明就是郭俊偉 為什麼謝志宏也被判了死刑 這段公辭是關鍵 我都在這裡 不然謝志宏在這裡 我跟謝志宏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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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如此嗎 謝志宏當場反駁 還說他被郭俊偉 隔離在30公尺外的路口 到底是誰殺了女孩 兩個人各說各話 就連老農夫了死 兩人說法也是南遠北側 郭俊偉坦誠對老人家行凶 卻緊咬著謝志宏 才是最後的奪命二殺 我把他ilian承擔了 他扔了 他扔這麼想 他腳很緊 他往前走 他往前走 謝志宏就是 相前一套去做 然後我一定比腳一套去做 面對言之做做的指控 謝志宏堅稱 自己只有看守 沒有殺人 但法官才姓郭俊偉的說法 認定兩個人都要動手 律師主張疑點重重 例如女孩身中了48刀 法醫學上稱之為過度傷害 要不是嫌犯跟被害人有感情 或者新關係糾紛 下手不會這麼狠 有一位石台平法醫 他也有提出這樣的一個鑑定報告 他說這個陳女的身體的刀傷 是呈現一個過度殺害的一個狀況 他看到這個郭俊偉 他在筆錄自己承認說 是因為陳女表示說要去找別人 所以他就生氣 他就把他殺害 那這個地方就是很吻合了 這個過度殺害的動機 是啊 跟女孩發生性關係的 不是謝志宏何必痛下殺手呢 但是法官認定女孩刀傷深淺不一 命案絕非一人所為 而且在法醫報告中指出 女孩心音性休克 根本就無法發出聲音 跟郭俊偉的公辭不相符 他就凱欣郭俊偉講完就是說 這個陳女是在這個郭俊偉去刺殺他之後 他那個時候手還會動 然後還會聲音 或謝志宏去把他接手 讓他避命的 這個時候陳女應該是已經心音性休克 就是他的心臟是破裂的 他不可能做出這些舉動 不管是殺女孩或者是老農夫 郭俊偉的說詞漏洞百出 法官怎麼會認定他的話可信呢 原來是根據他通過測謊 但謝志宏的結果無法判讀 律師提出了精神鑑定報告 強調郭俊偉屬於反社會人格 測謊錯誤機率高 他們做出來的結果是74% 低於他們說一般人 就是對照組大概是90幾 74%的話其實就是一個概念 就是說如果說有家航空公司 他是每飛四次刷一次 我想這個航空是沒有敢做 那可是我們法院卻敢用 這樣的一個測謊報告 測謊結果備受質疑 卻成為法官判決的重要依據 而且重點是謝志宏的確有認罪 這才更令人匪夷所思 其實他曾經指控遭到警方刑求 不過關鍵的筆錄錄音檔 警方卻說告丟了 案發的時候 人找到了沒有錄音沒有錄影 等於說空口說白話只有筆錄 那第一封筆錄竟然又不見了 那凶刀並沒有採取過指紋 那就是警察局巴南德書樓 他有請求法院去調查 這個機車的部分 看是不是有血跡 那做出來是沒有 那後來是跟三省的時候 法院說還要再做一次 那警察就回覆說 他們已經把機車給報廢了 怎麼會這麼離譜 當初還沒定驗的重大命案 證物可以報廢嗎 這個案大概最嚴重就是疏失 就是警方的證據太薄弱 所以被反將一軍 基於警方接二連三的犯案疏漏 謝志宏的律師 七次請求檢查總長 提出非常上訴 卻一再被駁回 如今總算等到法院裁定 再審的好消息 當年老淚縱橫的母親 終於盼到兒子走出監獄的這一刻 但是這不代表 謝志宏已經是無罪之身 漫長的再審過程 只怕還是煎熬 你看拜安的刑警 掉離職的離職 退休的退休 你無從啥起啊 那卷宗又丟掉很多東西 你沒有基證 你就沒辦法證明嘛 曾經多年的死囚案重見天日 專家研判 在取證瑕車的前提下 謝志宏犯案的機率非常高 一旦成功 依他被關了19年來算 渴望拿到700多萬元的刑事補償金 但失去人生最寶貴的青春 又其實這一些錢得以補償 在每一個廟會的現場 我們很容易看得到的 八家將 威震八方 特別是他這個臉上的臉譜 看起來好兇 好威風啊 您可知道 在幫他們畫上臉譜的 這樣的一個身分 這樣的老師 我們叫他面師 面子的面 這樣的面師呢 他們就告訴我們 其實有非常多的規矩跟禁忌 換言之 接下來的這段畫面 您看到我們在台南 為你們找到了 兩位堪稱國寶級的面師 原來每一張臉譜的背後 都是故事 原來我們看到的八家將的成員 當他的臉譜一完成之後 他就形同是神明 神明是會降價在他們身上的 你別說八家將了 就連面師 他們也有一些行業上的規矩跟禁忌的 在訪問過程當中 面師就告訴我們 曾經他們就因為沒有遵守這個禁忌 居然碰上了非常離奇難以解釋的 鬼打牆的情況 來聽聽他們的生命故事 隨著師父吆喝聲號令 年輕的家將們踏出步伐 莊嚴肅木 一點都看不出 這幾位小將都還未成年 畫上臉譜 此刻不是普通人 他們就是神明代言人 反正白龍庵是全台灣家將文化的花園地 雖然說是創始 卻很少有人親眼見識過白龍庵家將團 白龍庵不只有家將還有一個披著神秘面紗的職業 和家將共生共存就是面師 說到了面師 可能很多人都感到陌生 說得簡單點 面師就是會一隻家將臉譜的師父 面師本身就是在家將行業裡就是在幫他們化妝的 對 化臉譜這方面的 講起來輕描淡寫 但可不只是單純化臉這麼簡單 要讓家將換上這一張張彩色臉譜 背後除了技術傳承 還有一條條神秘的境界必須要遵守 吃牛肉 不守規矩 王爺起嫁來處罰他 面師和殷葬業的李醫師都是一樣的 殷葬業李醫師是針對往生者 面師是針對神明 今天你要為神明上莊 你一定要對他基本的尊重 基本的禮節 他是一個凡人的扮演者 你要讓他如何脫離這個平時的習慣 我請他做好了 請他怎樣 然後就規規矩矩的去化他 喬師傅一筆一畫的勾勒 在外行人眼中看起來都差不多的臉譜 其中可是有著大大的學問 像老師教下來 這個傳統的臉譜 我們就是不斷去練習 等你練習會了以後 你再來要去學習的就是說 這個色料的調配 這個色料我們是怎麼熬煮的 我們是怎麼去調製的 每一個色料都有它的學問在 然後面師也包含了很多傳統禮節 像這個人他今天要來辦八家將 你要有的面師會請吃一些親近服 來幫他敬一個身 他有上過廁所 見過商家 你今天要扮演神明的 你就是要把身體用得乾乾淨淨 還得要選手法術 而面師在台灣也越來越少 自白龍安起家 小將老師從一個小小的學徒 到能獨當一面的面師 對家將文化有的是熱情 最也有滿滿的無奈 有的就是把這個說 我辦八家將我很帥 我要讓同學知道 我辦八家將很有特色 你如果只是這樣 那就失去那個意義 對 你今天是你本身 要有喜歡這個八家將 你如何把自己改造成 把自己當神明在看 尊重自己人家才會尊重我們 不過師傅們口口聲聲 一直提到的禁忌 又是怎麼回事 讓面師和家將們扳起臉孔 來嚴肅面對的禁忌 又是什麼 其實說真的 神明也是會要求 我們這些子弟兵 你自己沒做好 你憑什麼扮演我 就是要出了前七天要吃素 就是不能碰好女色 就是不能跟女友同一張床上睡覺 可不是隨便誰都能夠扮演神明 不是人挑人 神明也會選擇要扮演自己的對象 我們現在身體都很乾淨 都沒有刺青 我們才可以下來跳 因為如果有刺青的話 通常都是被打掉 然後在旁邊幫忙而已 只不過這樣嚴苛的條件 很少有人可以一一遵守 看到有些家將在外面都是狡猴 囚園 路上跟妹子手牽手 或者是路上看到妹子就搞笑 我們這邊都跟別人不一樣 我們如果出去規矩不好 回去一定都會先被唸 被唸你下次還能不能出都不知道 很多人都是以為 挑家將都不好會吸毒會幹嘛的 其實那都是誤解都是媒體他們亂報我 他們都是假都說什麼家將不好 他其實很好他沒有什麼不好 只是一種信仰而已 一提到廟會鎮頭 很多人都抱著負面情感 大家鬧事愁顏喝酒 早就失去了傳統紀律的模樣 希望能重現鎮頭往日的美好 每隔三十幾年才會出現一次的 白龍安家將團再一次動起來附軍 國報紀念師也重出江湖 你不做沒有人做的 因為這一種沒有任何報酬的事 只有像我們這個團隊 真的有興趣的人才會努力去做 至於人做多久不一定的 盡力的 一筆畫輕輕拂過 頂親凝神幫神明畫臉一點都馬虎不得 老一輩的師父就不斷告誡 家將們要是餘舉 就會受到神明責罰 你有畫臉 動到神鬼之類的 你一定要去燒一些紙錢 回饋給這些無形的 對 這個是每位面師都應該去做的 替人畫臉二十幾年 小將老師自己也有一段 不可思議的體驗 曾經被邀請到嘉義 嘉義水上那邊去幫 就是有出團做一個商家的 去為那個王者出軍 就是有朋友去那邊出 我去幫他們畫臉 畫一畫然後又要趕下一場 然後就開車就覺得說不對啊 怎麼開都是在這個十字路口 開了一個半小時 還是在這個十字路口 繞不出的路口 難道就是傳說中的鬼大牆嗎 車子就一直開一直繞 繞到最後只好繞回商家那邊 點個箱啊 燒一些紙錢啊 那就唸了幾句啊 我是出外人啊 不要這樣啊 有什麼做不好的 你就原諒我一次吧 讓明天這個團隊啊 還有我下一場要去畫的啊 可以圓滿順利的 還真的有效 雖然年紀輕輕 但白龍胺的這群孩子 都清楚知道 扮演神明 絕對不是件輕鬆的差事 除了要忍受臉上 沾滿色彩斑斑的顏料之外 更多的是無形中的重擔 這些小孩子他們的體力有限 有時候他們借體附身 會來交代一些 他們想說的話 他們的體力負荷不了 對 因為神明像架啊 在那邊跳啊 抖啊 一直冒汗啊 會影響他今天要出來扮演的 那個流程進度 畫上臉譜之後 親者只會有些微的排斥反應 但是對於體質敏感的人 可就沒有這麼好受 當開始畫上去的時候 一定會有一些不舒服 過一兩小時之後 就覺得沒什麼感覺了 你偶爾也會 真的是受不了的話 你會拿那個神明的香那邊 然後在那邊搓 這樣可以質量這樣 用凡刃軀殼承受神靈威光 只能咬牙忍過 這是想成為家將成員的必經過程 從決心要復興百龍安家將團開始 要帶起這群年輕的小將 年紀都已經可以當他們爸爸的小將老師 一個人肩負起黑臉白臉兩個角色 既是嚴富也是慈負 就是要訓練他們 自己的服裝 自己的道具 自己要懂得去保養 這要犯錯 毫不留情只是重來一次 一點都馬虎不得 因為從老師到學生 聘了命都想守住這百年的傳統 要來學習的心態很多 有的他就是要會而已 他沒有要去學 真的去研究 當我當面師很帥啊 然後其實現代的老師也放很寬 你只要有大有寫 有倫理方面讓我欣賞 我就多教你一點 對 也不用什麼拜師奉茶什麼 其實很多這方面都省略掉了 因為人在做天在看 這實在有人說的 那就是你只要規規矩矩的來 完成這一些過程使命 相信神明該有給你的感覺 相信本身都會感受得到 既然沒有退路 那也只能做到最好 回歸傳統 重拾起初心 相隔十幾年 白龍安復墜 希望讓所有人重新認識家教 還有這傳承百年的面師手藝 再來我們把時間撥回當年 撼動整個台灣治安的軍火大亨 許金德 他當年遠走菲律賓 逃到菲律賓 照樣被警方給跨海給抓回來 進了 監獄了 但是你以為這樣子他就從此 金盆洗手嗎 沒有想到他後來越官越凶狠 假設之後又去搶地盤 搶到誰的地盤上呢 搶到了我們看到詹榮嵐 張錫民 他們的地盤都被他給踩線了 結果他83年才假釋 84年就因為踩線 被張錫民的小弟給綁架 開槍打死 終結他最後的一生 有地下室 有地下室 民國70年代治安敗壞 黑槍一箱一箱從菲律賓運送來台 從那個時候台南嘉義密帶開始進走私槍擊 當時有所謂的十大槍擊要換 這些就夠讓台灣的治安亂得很 靠這一門生意發大財的徐經德 就向警方眼中的一根刺 說到可見得 大概大家想說這個軍火槍擊 他根本就沒有把警察放在眼裡 為了鑽除這個軍火大亨 上演的台灣警察史上唯一一次的 無間盜戲碼 這個是很危險的 我們台灣史從來沒有做過 所謂的這個臥底警察 全副武裝的幹員 在晚間7點左右搭著箱型車 靠近軍火大亨許經德的草穴 對方火力強大 馬虎不得 這時候許經德在二樓的同伙 施國良和曾家瑞發現不對勁 你看苗頭不對 一讓拔槍槍這樣 叮叮叮叮 好了 這樣兩幫對勢 雙方爆發槍戰 引來文往中 突發狀況出現 警方開始縮緊這個口袋行部隊 縮緊 他們就從央台跑到這個隔壁 正好他的女孩回來 幫忙這個母親在做菜 就是加持他從後門這個儲蓄 真的是意料外的 兩方對峙 機會終於來了 在這一刹那間 我就抓住這個機會 就下令開槍 姓真的當場這個擊斃 就把姓時的打傷 姓時的還開車子要跑 那我們就把車子輪胎打破 曾家瑞當場被擊斃 吃過糧 吃血過多 陷入昏迷 大年初二的台南北門 爆發激烈場戰 警方成功斷了軍火大亨的左右手 那許金德人呢 看狀況不對 許金德當天晚上 二話不說 湯仔擠了 掉下去 就逃到哪裡去 逃到他的我巢穴 也就是他走私槍界的老 我叫做束褲那個地方去 藏在菲律 這個被列為十大槍擊要犯的 軍火大亨 可正是警政署長羅章 當時最頭痛的一號人物 當時這個黑槍是煥濫的 就是追火人 從菲律賓 從越南那邊 這個走私進來 有一個 我們只是衝撲槍三萬塊 可以賣到一百五十萬 一來他可以用武槍製造 二來雷槍 有槍擊 各在探險 江湖道上的人 各個湧槍自中 許金德也樂得靠著走私黑槍 賺進大把銀子 台灣自然敗壞 彷彿不關他的事 這個黑道的裝備 就比警察還要好幾倍 那我們那個都沒有摸過 許金德有了槍 有了錢 那好簡單的 許金德就像是個移動軍火庫 要抓他 警方馬虎不得 行蹤飄忽而且防守嚴密 他要出去的時候 不是一部車 最少兩部到三部 甚至就是四部 那麼他到底坐在哪一部 不曉得 再怎麼樣呢 你都抓不到他 警證署把當時的神捕 楊子敬和張友文 都調到坦南陷阱局 兩個人再加上當時的副局長 三人組成專員小組 就是為了抓這個軍火大亨 唯一可行的呢 就是想辦法呢 打入到他的陣容 那麼我們三個人就在討論 說那用什麼方式打進去 那我就提議呢 我們用這個臥底的 就是這個方式 這是個長時間的臥底計畫 你在警察學校的紀錄會被刪除 只有我和鑽子的黃都查 知道你的身分 你接受的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任務 這個方式其實很冒險 因為台灣從未有過先例 那這裡的計畫 也都是看小說 看電影學來的 我們的行動保密 不能給不必要的人員 這個小的 真的能成功嗎 連要找誰握底 都是個問題 有一個同仁 他就透過他的長官來找我 為了龐大的防貸壓力 一名蔡姓員警自告奮勇 專小組評估可行性後 開始執行計畫 要他成功先把他醜化 醜化的目的就是讓對方 他能夠相信 前了警校 就要遵守警校的規矩 不守規矩的人 就好像他這樣 滾蛋 為了要矇騙對方陣營 用盡各種名義 將蔡姓員警駐出警戒 甚至有一年被寄了18支 這個申請的這樣的紀錄 我靠行為不檢 我們就讓他正式的提出這個辭成 但是他的薪水職位 我們給他保留 薪水照給同時投保一千萬 要是成功建功了 換獎金有三百萬 也通通歸給這一名 身入敵營的臥底警察 萬一這個人怎麼樣的話 我絕對提前這個退休 那把我的退休金 就也當作服飾金 就這個給他 我有那一種打算 這個臥底計畫 只許成功 不許失敗 開始打入這個許經德的這個 他的這個狗警裡面 沒兵 湯 鋼 鋼 鋼 什麼 你也把開始 漸漸取得了許經德的信任 安頓完畢 蔡姓員警開始混賭場 深入許經德的巢穴 就在臥底不到一年多的時候 那麼一年的大年的初 大家會說我們要不要 他這個電話呢 是冒生命的危險去打的 蔡姓員警 那麼就開始掌握到 原來他會在那邊 在那邊要不要 當天許經德一伙人 要住在北門同友家 這樣就見到當天晚上 就開始佈現 佈置 整個的一個部署 那麼到了北門 開始進行圍捕 但是沒想到 許經德早就派人戰哨 派女的在那邊警戒 這一名蔡姓員警 毫無戒心的打電話通報 沒有想到 全面看起來像農夫的港哨 看在眼裡 一通電話 終究露出破綻 聽說有向他開槍 那一天警方圍捕許經德 槍林戰獄 但其實屋子裡 只剩下十國兩盒增加瑞 你看苗頭不對 一樣打槍在槍 拚拚拚拚 兩名大將在這一場 烈虎行動中吞敗 徐經德卻全身而退 逃到了菲律賓 烈虎行動有沒有成功 至少打掉了 許經德的左右手 兩人大將當場被擊斃 雖然許經德脫逃 但是這個行動 我們講是當時我們講 警方握頂最成功的一個案例 這一場獵狐行動 算成功削減了 許經德的勢力 但警方怎麼可能 就這樣任他蕭有法外呢 台飛警方跨國合作 終於逮到人了 警方握頂到人了 是台灣的金火大亨 又從菲律賓被抓回來 當時對警方來講 是一個自然上的一個 一大禍 五大勝利 警方握頂到 斷掉了黑槍的走勢 就這樣 軍火大亨終於栽在警方的手裡 警方押結到台灣的時候 因為涉及到很多的 所謂的黑槍買賣 金火走勢 被判如期徒刑 回想他的过去 为了解决金钱纠纷开枪 却发现这钱根本就要不回来 与其辛苦勒索 倒不如卖墙赚钱 生意越做越大 却因此成为警方首要请拿对象 最终他得面对无奇徒刑的司法制裁 六年后 徐晶德假释出狱 面对尽头 他说了这句话 当然就是不要走这条路 好了 无奈的是 最后他又走上江湖这条不回路 徐晶德返回他自己的老地方 待在他们的时候 开始也是跟地方上的江湖人士 开始有一些拨弄 但是这当中没想到他竟然 那么跟这个张龙岚 外号穿山甲的张龙岚 那么因为有一件案子绑架案 那么跟这个徐晶德跳出来的桥 事情瞧着瞧着却踩到了红线 没想到徐晶德说我老大 我是金火大汉 张龙岚 我想好啊 你金火大汉 不出来撬事情 撬这个 没想到徐晶德磕碎 那当时他认为我就老大了 虽然时代不同 那么跟张龙岚进行谈判 在某一次谈判当中 惹火张龙岚的土孙贝 也就是根本叫不出名字的高栏罵 有请难 坐在车子里面 徐晶德有说你们这些年轻人怎样 看不起这些年轻人 这些年轻人我不是 不然你是多大 彰彰 江湖道上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军火大汉 竟然是死在 他不看在眼里的小弟墙下 当场就将徐晶德给做了 其实徐晶德在死的那一生 都不晓得说 竟然小弟敢对他开枪 当场徐晶德就被车上给击毙掉 一脚被踢下人家 滚在路边 死在路上 徐晶德就这样结束了他的生命 出狱才不到一年的时间 徐晶德就因为走不回正途 踩到了道上新生代的红线 朴实荒野 出狱后 他曾说过要金盆洗手的这句话 还言有在耳 当然就是不要走这条路好了 两相对照 格外讽刺 今天一个小时节目 我们看到了这个地方 我们今天在台南 为大家访问到了 两位国宝籍的面师 就是专门帮八家将 画上脸谱的这些老师傅 从他们的访问当中 我们才知道原来 八家将后面的规矩这么多 不只八家将成员 一旦脸谱一完成之后 等于神明就要降价在他们身上 是丝毫不能开半点玩笑的 就连面师 他们如果没有遵守相关的这些规定 居然都碰上了这些 难理的鬼打城市间 信不信有你了 清诚则灵 我们宁可信情勇 带完告带集 你堂半位底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的 увидеть